這個就是葡萄 這個我們在地的葡萄園 像你現在前面看到 這是台中二號 是做紅酒的顏料 裡面還有那個黑荷葡萄 還有金香葡萄 我可以採嗎 採但是現在有點酸似 還不能吃 我這個就是我看到 它很紮實耶 還沒熟嘛對不對 對 還沒熟 慢慢熟以後會變成紅色 再來變紫色 再來變黑色 黑到花亮就代表已經可以 傳收了這樣 酸 什麼感 但是它熟了以後變那個 熟了以後很甜 它的甜度大概 可以到大概24度這樣 為什麼 這是台灣的種植方式嗎 對 我們 我看在法國都是滴滴的不是嗎 對 我們國外種的叫豆梨寺 豆梨寺 我們台灣一般都是 棚架式的這種種法 它就是寫日本 終於有個地方可以生植 對 就是學日本 對 學日本 它棚架式 因為台灣地小 人寵 那個土地面積比較少 所以用這種棚架式 生產的量會比較多 而且光合作用 它比較能夠 得到好的光合作用 比較平均這樣 所以它的單位產量會比較高 而且不輸給國外這樣 法國人就比較 因為畢竟種葡萄 然後這個釀葡萄酒 歷史比較久 他們一定會 就好比我們去國外跟人家 比高粱酒 那當然是我們比較厲害 對不對 所以你們那種外國的團體 來這邊看過你的種植方式 他們也覺得 不可思議嗎 也會 他們也滿好奇說 台灣怎麼會用 做到本來就這樣一顆一顆 本來是一株一株 對不對 然後整排整排 然後還是 法國每次帶我們去 他當然不是這樣講 可是他的意思就是 一碗老張 你有沒有 這是幾百年的 這是幾十年的 對不對 在外埔這邊有這麼多 在種葡萄 我們都是用這樣的方式種 對 他一定覺得不可思議 你不覺得嗎 對 這個花不是葡萄的花吧 對 那個是絲瓜 我們自己種幾顆自己吃的 那等一下 所以我現在看到這邊是 葡萄跟絲瓜的混 就是都有嗎 主要是都是葡萄 絲瓜是那邊只有種兩顆 自己吃這樣 很多比如說像這個葡萄樹下 有些種一些 那個香草植物 到一段時間以後 那個葡萄 一段時間以後 那個香草植物的那個香味 也會進來 好 那我再問一個 這是其實我一直很大的疑問 以前我們所認知 就是台灣的葡萄 是不適合來釀葡萄酒的 對不對 但近幾年好像陸陸續 都聽到有一些台灣葡萄酒在 國際 陸續展露頭角 那個時候的 這個葡萄跟現在我所看到的這個葡萄 有不一樣嗎 一樣 所以這個以後會變 你比較激烈 以後這個會變得像 巨峰葡萄那麼甜 如果說 沒有辦法像巨峰葡萄那麼甜 但是會變甜 在後面的管理跟製酒技術上面 我們會有一些不一樣 如果說以製酒方式來講 對 我們一般想說葡萄酒 一定是像國外 冰天雪地地方做的酒才會好喝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人打破這個觀念 利用台灣高溫跟高濕來做酒 也能夠做到那個世界頂級的好酒 但這個跟葡萄品種沒有關係 品種本身有關係 因為這個黑厚本身來講 它的九十酸滿高的 它的丹寧也滿豐厚的 一般有些國外它做酒 它酸不過它還加九十酸 我們台灣的葡萄酒像黑厚 它的酸度是 夠的 而且有時候會超過 所以我們還要降酸 那酸來講就是說你要做酒來講 酸跟香是等它 用酸做的酒才會香 如果說你是用台灣吃的那個 葡萄的話 葡萄的葡萄 那個鮮的葡萄 那個做起來就比較沒有那個香 香氣 說真的一直在這邊聊葡萄 聊絲瓜 聊釀酒 但沒有東西喝到就是覺得寂寞 對不對 有重貨吧 有有有很多啦 等一下要喝多少都沒問題 哇 真相大了一個白 原來台灣因為位於亞熱帶氣候 所以用棚架的方式來栽植 才能讓葡萄長得更好 不過我還是很好奇 剛剛劉大哥有提到 有個酒莊利用高溫高濕的方式來釀酒 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金牌紅酒的秘密嗎 接著劉大哥提供了一個地址 讓我們自己去找答案 怎樣啊 2014年 嗯 有得金牌耶 你是微微縮縮的幹什麼 得金牌是大事耶 董耶 一般我都叫大哥 你不跟我叫董耶 我叫大哥 大哥 大哥這是你們去比賽的嗎 對 對 這是第一次拿到金牌 沒有 這年前都有金牌 你那時候得過金牌 你有什麼感想 什麼感想 嚇一跳 因為你真的要去比賽嘛 不知道 也不知道要怎麼比 對啊 不知道要比賽 因為那幾隆會會輔導 他有叫教訓來才跟我們指導 有教訓給我們指導 對 講指導 指導什麼東西 我們釀酒嗎 他就是現在高溫 就是一個 對 就是一個高溫的釀酒是不少的 所以嘛 對不對 一個博樂 一匹馬還是需要博樂 沒錯 所以我們在外府這個地方 有這麼多地方 就在中途好 怎麼樣把它轉換成另外一個高經濟教 這個就很重要 好 這塊你本來是放在哪邊 這個喔 對 這塊你本來放在哪裡 這塊我都 你嚇到那裡嗎 我幫你釣上去 太高 這個不要亂 這個不要 我 這個不能亂來 因為這個 你知道 這個得獎的這個真的要掛好 你可以 然後 然後 我現在這種感覺就好像我自己得獎一樣 你扶好 可以可以可以 這動作跟我爸媽在幫我掛獎牌的時候差不多耶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把你洗你喔 哈哈哈哈 阿不就扶好 說真的嘛 能夠拿到獎項 而且在國際間拿到獎是非常難的 不簡單 那一次2014年拿去比賽那個酒還有嗎 沒有 等一下會請你 好不好 這就是做外景最有趣的地方 這跟 這 一個拿過金牌的酒 馬上可以喝 我告訴你 比金鐘獎入圍還要高興 來 我們喝酒去 好 這家為台灣爭光的金牌酒莊 是外埔最早開始栽種 釀酒葡萄園的酒莊之一 最讓我意外的是 原來從2013年參加第一場 國際酒類賽事開始到現在 他們已經獲得了六面金牌 台灣紅酒能夠在西方國家獲得這樣的成績 實在是不簡單 到底它是什麼滋味 單品咖啡 小濃果汁 有一個釀酒葡萄 釀酒葡萄也是只有果汁 從頭到尾 它這邊所放上來的這個Mainlu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跟葡萄酒有關的 老闆 是 大哥 我們要喝葡萄酒 你怎麼拿葡萄酒 你說這算是 宅美的品牌嗎 不過我會算要進葡萄酒 你才要進葡萄酒 進葡萄酒喝一杯 進葡萄酒喝一杯 這樣拿金牌 對 對 我就差沒有種葡萄 酒也喝不少 可是我沒有種葡萄 葡萄酒比你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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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不好意思 60年的葡萄 非常資深的葡萄酒 那我可以 給我喝一點看看嗎 來 這是什麼酒 我先介紹一下 葡萄酒是我們金香白骨桃酒 也是德國冠軍 這個在台灣比的第一名 台灣 好 我們先從台灣 然後再放眼世界 好不好 先喝這個 我們先從最清淡的 然後喝到最濃的 首先第一個聞到的時候 就跟台灣的白酒 味道不一樣 很不錯 那是少女的酒 我說 妳好好講 妳講中文讓大家聽得懂 什麼叫少女的酒 少女的酒 所以妳只喝這個酒 這很適合妳的味道 這很適合妳的味道 這很適合妳的香喝 我喜歡它那種 酸味帶點微微 不是屬於那種 膩口的甜的那種感覺 很舒服 這個當開胃酒是非常好的 滿好的 對不對 想不到第一支金香白葡萄酒 就已經開始打破我 對台灣葡萄酒的認知 一入口就可以嘗到一股淡雅的清香 口感非常的柔順 除了拿來當開胃酒 也適合作為水果甜點 或是清淡海鮮的搭配酒 接下來的金牌紅酒 是它嗎 這是不同的 因為它這兩支都比賽 哪一支 其實它叫國夜酒 這支是國夜酒 我們等一下不是喝那一支 有喝那一支 為什麼 因為這支要等五年 現在沒有酒 還沒開口 這支是什麼 那個是沒有 這有等我嗎 開玩笑的 當然是有 嚇我們一跳 這麼認真在面對這個事情 我們這麼認真在介紹 它居然跟我吸皮笑臉 但算了 沒有關係 因為酒在他們家身上 我們只能 顏色 是這個顏色 因為它是加白蘭蒂 這是加白蘭蒂 對 鍋下木桶收成六年以上 期待已久了 真的 終於盼到這一刻了 它其實白蘭蒂的味道 還是很明顯 對不對 對不對 遇到好喝的東西 世界的聲音一切都安靜 這樣 它還是有白蘭蒂的那個香味在 但它不是那種裂到讓你不舒服 這個我覺得 這已經超脫我在台灣喝過 任何的國產葡萄酒的味道 好 接下來就是 紅蒲酒 紅葡萄 剛才那支叫葡萄 也是金牌對不對 對 那支現在等五年而已 那這一支 今年等 明年拿到 但是它拿到會是2014的下國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任何的 他們這邊的葡萄酒 跟我們所認知的葡萄酒的酒色 都是不太一樣 這是看起來比較像波特酒的感覺 對 波特酒 這個是波特酒做法 真的嗎 真的啊 你們好厲害喔 紅葡萄加白葡萄做的 妳有心事是嗎 這口得來不易 真的嗎 慢慢的吞 果香味很明顯 這是台灣可以做出來的酒 就我的養成 從以前到現在 我想不止我 很多人都一樣 我們始終認為台灣的葡萄 都做不出好的葡萄酒 我必須這麼講 直接即時的 對 那但是現在喝到會覺得 真的 我跟你說 厲害 真的厲害 貴國真光 鐵金牌 所謂千呼萬喚使出來 油爆葡萄半遮度 既然錯過了今天 要再等五年 我當然要把握機會 好好品嘗囉 說到這瓶紅葡萄酒 不僅口感清爽 酸度和甜度也表現得很均衡 加上獨特的香氣 難怪會獲得國際的肯定 我忍不住想知道 這樣美好的滋味 是怎麼做出來的 在我們的拜託之下 等一下他答應了 什麼是 我們所知道 現在這邊的溫度 最起碼是28到30度 滿熱的 太熱吧 酒不是要放在哪邊 是溫度要什麼 13度以下 你是做什麼的酒 它的儲藏溫度是不一樣的 這是什麼 它屬於馬德拉酒 因為馬德拉 有一個馬德拉導 對 可是這個酒 原本是放在那個船裡做壓艙 對啊 怕船會那個 當那邊是倒掉的 對啊 當那邊是倒掉的 對啊 它只是負責壓艙而已 對 然後到時候味道不錯 然後才會研發出這個 馬德拉熱酒 對 但是它放進去裡面 所以你這個會放多久 放在它五年 五年喔 對 那你示範一下我看 你怎麼嗜酒好不好 你示範 因為我們也想喝啦 其實一定要講那麼清楚 來 那個管子伸進來 管子伸進來 好 對 我知道這個管子 因為我在法國看過 那是2018最新的 好 我們先喝2018好不好 顏色就偏 這個跟剛剛喝的那個顏色 完全不一樣 這是紅葡萄 紅葡萄那樣的嗎 是白的 白的嗎 剛放進去一年而已 很清爽耶 比較偏果汁 帶點VV的酒精而已 它帶點還有一點辣 喔 一點點 一點辣 16大概 16是不是 來 1617多 16好了啦 跳不起來 1616 對 2016 這個酒的味道就開始出來了 熟成的味道就開始出來了 熟成的味道就開始出來了 就沒有到那麼刺激 那麼辣了 甜度也慢慢飄出來 甜度也慢慢飄出來 好 接下來就直接直串2018 好不好 最後一個 2014Eason 對不對 20142014 我追了 好不好 往那邊 好 想不到這家酒莊 竟然是利用馬德拉酒這種熱熟神的方式 釀造出了金牌紅酒 成功的把台灣高濕高溫的氣候劣勢 轉為優勢 實在是不簡單喔 雖然現在你可能喝不到金牌紅酒 但老闆用紅酒燉煮的牛肉麵 也非常值得你特地前來品嘗 好的 解開了台灣之光的紳士之謎 聽說外府這裡還有一個葡萄酒餐會 有吃的我當然是不會錯過啦 等等 認真的嗎 為什麼這裡會有馬 對我來說比下游 你也會怕喔 我被咬過啊 我被馬咬過這邊過啊 你看他現在一直想吃 你看看看看 我們要跟你搶喔 我不敢過去啊 你看 你先去那邊 你先去那邊 我再撿起來 你再過來 他沒有要聽我 他要自己吃啊 他要自己吃啊 好 該妳的吧 快點 這我來 真的喔 對啊 可不可以不要每個人都跟王府裡一樣 你去你勾我幹嘛啊 是 壯膽啊 壯膽啊 人家學餐飲科都這樣 不是 給他啦 去吧 好啦 去吧 珍姆士 來了別隻了 這隻比他兇 所以他跑掉了 吃完才有其他人的糞的意思 我這樣才被咬掉得那麼好笑嗎 不是啊 你那個多跳一次啊 蛤 我跟你講你被馬過 你要馬 你看我講就講不行 你被馬咬過一次 你就知道馬都可怕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被馬咬過 但我就是被馬咬過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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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被咬 我到現在我的肌肉都還 這邊還是有一點 不是很 齒痕嗎 不是齒痕 就是因為當初這邊肌肉被拉出來 所以他現在的那個長相喔 左右乳房 腹乳房不太一樣 對啊 那我還是小心 等一下下垂 對 錄一些可以播的好不好 對不起 對不起 你不是不對稱嗎 不是一樣的意思 我們認真錄影不要開玩笑 話說回來 這個葡萄酒餐會 聽說不光是有葡萄酒可以喝 還會把台產葡萄酒 和在地特產做結合 做出一些創意料理 而且餐會的棕破篩 就在附近備菜 大家要去看一下囉 姐姐 這是雞嘛 對 這是好玩對不對 這是白酒 買了白葡萄酒做的醉雞嘛 對 我現在要抬起來 對 你抬起來 你抬起來 好 好 待會兒要把它繩起來 這個不是什麼 雞肉跟什麼 對,雞肉 雞肉 雞肉 好 現在要抬起來嗎 好 所以它等於是 有那種 就是葡萄 葡萄園裡面的這個餐會 在這個地方做好之後 然後大家會在這個地方 邊喝葡萄酒 然後邊吃東西 接著我和昭榮一起幫忙大姐 把一盤盤熱騰騰的料理 帶到葡萄園的餐桌上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們的餐會即將開始囉 沒有走一趟外埔 你不知道外埔原來這麼多元 原來外埔這麼的好 在這個葡萄園下面用餐 氣氛很格外的好 但是你一定沒有想到 不只我一個人 我們有這麼多人 完全就是沒有生命跡象 不能笑嗎 你 剛剛一拉開每個人 心事重重 來,大家舉杯 我們先看看杯 我講得那麼感人 沒有想要一拉開 大家沒有生命跡象 來 你笑聲吧 來,我們吃飯 應該是餓了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葡萄園下餐酒會 很特別 因為一般我們在喝葡萄酒的時候 餐酒會的菜色跟今天是截然不一樣 沒錯 這個也就是外埔這麼一個特產 對 對不對 假白雪市嗎 對,我們在地的料理 假白雪市 這個湯裡面的菇是不是也是 洋菇 對 我們剛剛這個就是 這個洋菇這個雞湯 很米酒 對,加米酒 妳有喝過燒酒雞跟白酒嗎 沒有 我試試看 妳喝一口湯看看 我剛剛有喝 喝了嗎 那現在嘴巴還是燒酒雞的味道 其實不衝突 不會 滿協調的 對 滿協調 意外的協調 我本來以為喝了這個 在喝了白酒之後會 味道可能被壓過去 壓過去或是 那還滿協調的 這個 好不好 這個就是一般的醉雞 但是用的是白酒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妳教他們這麼做嗎 對 就是我們有在地這個料理 因為有一個白酒配白肉 然後就是把肉先蒸熟了 這樣再浸泡那個白酒 它會入味 吃起來那個口感就很棒 這趟外埔之旅 不僅了解了金牌紅酒 還逛了很棒的農夫市集 吃到了特別的餐酒會 只能說是收穫滿滿 欸